另外一个现场连线 消极会抽查了市面上贩售15款的吸尘器 虽然标识通通合格 不过价格落差高达了18.5倍 除尘效果却都差不多 民众该怎么样选择呢 最新的现场我们要连线给记者许小平 税末林中大小除消极会抽查市面上的15款吸尘器 就是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些国内外知名的大品牌 发现这些吸尘器其实平均效果都有90%以上 但是普遍呢以直立式的吸尘器效果比较弱一点 不过厂牌的价格也从1490元到27500元都有 价格落差呢是足足有18.5倍 民众不要以为买到贵的吸尘器就吸得干净 因为这个耗电率也可能相对变高 造成电倍暴增 来听听看消极会怎么说 最贵的这款27500块的这个评比 这个评比的结果啊 基本上它的一个吸尘的效果啦 或者是说有这个功能性的便利性 各方面大致上都都不错 不过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噪音啦 在我们这次的调查当中 它的噪音的表现是相对的比较差的 也就是说它或许它的一个吸尘的效果 是跟其他的HIPAA的这个产品本身 吸尘的效果是一样的 不过在室内使用的时候它的噪音其实恐怕可以高达这个70分贝以上喔 好的 另外还有针对吸尘器使用时所发出的噪音部分也有大小声的差别 像是最昂贵的这一款也就是27500元的这一支吸尘器在测试之后 吸尘效果虽然有高达99% 不过它的噪音分贝是高达了71分贝 民众在选购的时候要先考虑自己的需求来比效 来仔细比较会比较保险 好的 像是目前我们在笑机会现场的最新情况 先把时间交还给彭尼主播 好 谢谢邵萍喔 这现期的价格相差有到18.5倍 最贵的2万多块 不过吸力经过测试之后确实差不多 喔